我們接上隨身碟發現裡面的說明選項全是英文版本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手機的系統語言 先改成中文的簡體字在一般裡面選擇我們的語言 選擇我們選擇簡體中文字 選擇完成改成簡體中文 這時候我們再打開IUSB PRO的OTG軟體 這時候看我們的選項已經變成了中文顯示 這時候我們再將我們的語言從簡體中文改成繁體中文 再選完成改為繁體中文 設定完畢之後我們再打開IUSB PRO允許 它裡面的設置已經成為中文了 我們現在來操作將手機的照片轉移到隨身碟去 先選擇iPad iPhone 再選擇相機膠卷 然後再選編輯 我們選要複製的照片 再選擇 再選複製 然後我們選擇iUSB 這就是我們的隨身碟 然後再選黏貼 選擇完畢之後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隨身碟選項 然後我們選擇iUSB 剛剛的說明書在這邊 剛剛選擇的照片已經複製到這邊 這時候隨身碟即可拔下 可以從電腦 再轉過來 就可以透過電腦讀取照片 就可以透過電腦讀取照片 再選擇 請不要摔到對方